以为报复行动 美俄互补对方公民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俄罗斯媒体塔斯社引述 俄罗斯外交部1月5号的声明表示 俄罗斯公民马卡联科在美署 被马里安娜群岛自由帮 被联邦调查局干员逮捕 现在已经被送往佛罗里达州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马卡联科是在去年12月29号被捕 并指莫斯科方面正在等待来自华盛顿的解释 俄罗斯外交部指出 美国政府应该在今年1月2号之前 核准俄驻美官员对马卡联科行使领事探视权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尚未对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做出回应 据报道 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上述声明之前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保罗·惠兰 去年12月28号在莫斯科 以间谍罪名遭到了俄罗斯当局的逮捕 惠兰的家人表示 惠兰前往莫斯科是为了参加一场婚礼 却无端遭到了俄方的控罪 报道称 马卡联科在惠兰被捕的隔天就被FBI干员逮捕 令人怀疑是否为报复行动 这起美俄互捕对方公民的事件 也使得华盛顿与莫斯科本已经相当紧绷的关系更加恶化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